饶女士住在杭州夏沙伊萨卡国际城小区 她介绍2018年1月份龙虎物业进驻 拿出将近40万物业维修基金 改造了小区四个大门的车长 但改造后的效果很一般 因为这个问题她迟迟没有交物业费 视频就是不灵敏 就业主车子进去的时候进不去 它不能抬杆 当天有保安 它晚上的时候 她就可能注意不到 或者是没有听到 今年5月底 车长经过重新改造 比以前好用了 饶女士去补交了去年和前年的物业费 今年的还没有交 6月初 业委会的八主任 组织召开业主代表会议 提到了部分业主拖欠物业费的事情 说我这个物业费不交 她说没有资格当业贷 她也骂我了 也骂我不要脸什么的 她都骂我了 双方在业主代表群里 都有恶语相向的行为 后来还演变为约嫁 6月13号 八主任带了自己的丈夫找到饶女士 双方动了手 都受了伤 最后都被派出所拘留了三天 你问她什么时候讲过 我讲过她没有交物业费 是双方起了真实 是说要修订议事规则里面有一条相关的 而且是审条例里面有的 都业委会成员 业代成员 我们的议事规则也有这么要求 对吧 那其中那一条也是关于交物业费的吗 还是什么 对 八主任表示 她当时只说了 业主代表应该带头遵守小区议事规则 并没有直接针对饶女士 但饶女士说 她和八主任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 之前因为小区能耗费的事情 她就对八主任有看法 她是第一年 她是预交物 两毛五的能耗费 她交我们交两年 那我们业主是交了五毛钱 你说交了两年的物业费 第二年呢 她又说了 她说这个能耗费 就是说不够 要加钱 要加到三毛三 那么我就提出来了 那你这个依据是在哪里 饶女士说 在她和部分业主的一再反对下 能耗费最终降到了两毛七 之后她向业委会建议 为了读数更准确 希望在公共能耗部位装电表 但没有被采纳 对那个三毛三是怎么 对那个是错误的 那个是错误的 怎么错误的 是这样的 就当时因为我们管家在做这个 那个时候 我们都还没有计算出来 我们管家就大致就刷了一个数 都专表 都专表呢 我们说也可以的 反正如果大家说要专这个表 也没问题 我们把这个专表 这个要专多少表 是吧 大概多少成本这个费用 我们也给到了业委会 最终呢 没有达成一致 这个我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 业委会也建议是要钻这个能耗表的 那么把价格表是由我们专主任发出来的 发到业带群里 你骗反对的声音 说这个表不应该由业委会钻 应该物业出钱钻的 好 搞了半天 这个东西又没有落实下去 然后女士认为 巴主任不该再担任业委会主任 要停调 是不是由他们指着说了算了 我想问你 我们小区有3128货 是不是说以后业委会选出来的 只要有人出来提意见 这个业委会的人就可以 就要停调 以萨卡社区方面表示 小区这届业委会 8月13号就要到期了 目前社区方面正在推进换届选举工作 有报红剑 记者报道 卖 记者报道